开米台风来袭 位在七土区光明路以及开源路之间的开源立体停车塔 拆除工程持续进行中 机动市议员张耿辉非常关心工地的防台工作 邀及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到现场会刊 交通处表示其中一栋六楼的部分墙面拆除后 将开始进行防台加固工作 避免在开米台风强风的吹息下 工地物品四散造成危险 那因应这个台风的这个措施 我们在约会在今天到一个段落以后 会在明天进行相关防台措施 包括整个基地的这个硬架的固定 跟防部的这个这个架构 然后后续等在座场上 在其他作业下方的一边整理 以应应这个防台的作业 那对于我们市政府的话 我也在这边呼吁 尤其台风来袭之前 各局处各自其责 好好的督促各相关责任区 举例来讲我们的包含在工地方面 刚才承诺我们承办科长 尽量把那个硬架 那个铁架能够牢固 以免风吹来台风来袭的时候 发生意外事件 另外由于现在两栋停车塔 都还在进行高空拆除作业 因此停放大型吊车的关系 拆除期间下方光明路段进行交通管制 来维护来来往往车辆的安全 但是也因为只剩下一线车道 因此交通处预估7月里左右 停车塔拆到只剩下三层楼高时 就不用再用到大型吊车 也可以解除光明路段的交通管制 减少对交通的影响 有关交通管制部分 因为配合吊车作业的因素 那是预计在这个礼拜以后 大概下礼拜开始就可以 就可以取消这个交通管制的措施 那目前就改为内 就是在基地里面作业 也避免影响到人行车型的安全 市议员张耿辉则是提醒市政府相关单位 除了开原立体停车塔拆除工程之外 七堵区容易积淹水的车型地下道等地点 也必须超前部署减少灾情发生 那同时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前市的 尤其我们七五七的一些各抽水站 赌完接了一支一号的地下道 每逢豪大以闭烟 这个罗奥也讲了很多年了 那市政府既说明天要办理会堪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急得市政府 相关单位急得要做准备 还有我们的沙巴问题 还有我们各道路的水沟的通畅问题 这些都要积极的清楚 还有环保局的话 各大学小巷这些也要呼吁 我们相关的住户也要做好 往台准备减少最低的灾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